5月4号 北京大学建校125周年纪念大会圆满举行 北大邀请各界校友燕归缘 回到五校共序燕缘情谊 今天的北大充满着青春活力 来自五湖死海的青年学子 在这里修身树德 求做真理 既接受着科学文化的训统 又传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承 自觉成为德财军备 体魄健全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心理 今天的北大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 科学家和中青年优秀人才 特别今天看到很多老先生 老教授 前的出席大会感到特别的亲切 北京大学1991级地球物理系本科生 中国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刘继峰 作为校友代表在会上发言 他表示 母校赋予北大人的品格 坚守理想 乐在其中精益求精 给予他一直努力前行的动力 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固执相对贫乏的时代 每次组会后 我的导师乔国俊教授 都会用自己微薄的工资 请大家一起聚餐 享受知识 思想和美食的陶铁盛宴 咽言中的点点滴滴 是我坚持做好科研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源泉 我能够在科研和教育方面一直努力前行 得益于母校赋予的北大人的品格 那就是坚守理想 乐在其中 精益求精 大会主持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9级本科生高龄告诉记者 今天自己最受触动的时刻是最后全场合唱奄缘情 在场的可能很多人都被最终的奄缘情大合唱的时候触动到了 因为这是跨越几代北大人 这个北大大家庭大家齐聚一堂去恭贺他的生日 其中唱到眼底未名水 胸中黄河月 我们来自江南塞北 让中华震惊世界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眼里寒满了泪水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想说的 但是千言万语可能就要凝成一句话 就是曾经我们在艳园里面含响的那句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现场的北大学子们也分享了在今天校庆日的特别感受 看到这么多的前辈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回顾学校的发展 就感觉到自己在未来会更有动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起和校友们一起奋斗 首先北大他真的给了我一种非常自由多元而包容的这种感觉 我能够在这个园子里去追逐我的梦想 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北大已经走过了125周年 而我只不过驻足他的一瞬 但是在这一瞬 我依然可以发出属于我的威光 和千千万万的北大人一起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言频繁 Warn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